詞曲 李宗盛 由崎大學 代表 採訪 好 大家早 好 好 那我就一邊講 昨天有聽高將最後一場的給我一個手 好 那我們應該是一個上下半場的概念 所以昨天講的是一個比較是一個上層結構 那我今天要講就是 OK 好 我今天要講就是 應該是要如何做到 因為一開始其實沒有很多人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些下層 比較下層的結構就是比較 平常我們不太會去 把他寫出來的一些 一些美美尷尬 那簡單來說應該是說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 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聽起來很慘 好 那我還是繼續 我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剛剛Mindle的時候有說我拍紀錄片 然後我也寫書 所以基本上我是一個 比較像是一個文青的人 這樣 如何走到這一步 如何走到這個爆肝的一步 那我寫幾個字 我拍一些片 那我喜歡做故事 我喜歡把事情 整件之後分享出去 所以我寫一些介紹進行的文章 然後呢我喜歡 就是採取行動 選Action 所以我之前 在之前會去爬山 會做一些戶外運動 然後就後來的Action 就變成滿多的距離 然後就變成一個中度上映者 那其實我跟Costcard的關係是 我之前都是在白吃白喝 就是那個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我是那個Sell Dollar的老闆 所以我快變得去吃喝 所以我吃喝了很多年之後 那我第一次投Costcard 就中了很開心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自己的晚宴自己蒸 那我就也帶了我的飯 那就是別人的太太 很開心就帶了別人的太太去玩 做Gillie Me 她會記得的文宣 所以就是白吃白喝那麼多年之後 我第一次有機會可以來貢獻一下我的分享 那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人生總是有些轉折 怎麼樣從一個文青變成 怎麼可以站在這邊 跟很多Action來分享一點經驗 那是因為人生總是有些轉折 那躺在床上的病床上 就是在那個交互病房 是那個高村長先生 他從天上摔下來之後 就是他是氏族 然後我就變成一個苦族了 然後因為他在床上沒有辦法動 所以他看了一個令人生氣的廣告 所以開始做了Gillie 那個就是Hack Day 這段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 然後就得了獎 得了獎就去吃燒肉 然後我就一起去吃了燒肉 那我覺得吃了燒肉好像要有一些回饋 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幫忙 那個他們要辦黑客送 我應該要幫忙來寫一點 做引會的事情 所以我就 欸 我就寫一篇 那個 Open Data是什麼 可以吃嗎 我當初想說 欸那麼喜歡這個 這個文案我大概就 這個事情大概都沒什麼關係 我也會寫成事 我就很努力的想一個食物的比喻 但是 事與願違 就是 我到現在還在那個Gillie的坑裡面 跑得出來 就這樣已經二十個月過去了 那Gillie到現在我們先看幾個數字好了 就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主題就是從沒有人 一開始是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超多人 所以 大家大概都知道就是 Gillie就是用開源的方式去開幹 然後把希望公民的精神可以排化 所以是一個開源 開幹開花 然後就產生了這些數字 就一堆共筆 一堆report 很多演講的都貢獻 然後還不小心復興了IRC 那 就是那個 MySociety的那個Tone 就是說 就是 就是 全球最大的開放政府開的社群之一 願意這裡也很大 但是我覺得 不要太高興 因為這可能表示 我們政府讓我們生氣 所以我們的社群 才會一直蓬勃發展 所以 生氣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那 一切故事 這個旅程的開始 其實就是 從一群 非常生氣的人 然後 集結 那就開始了 好 所以 故事就從 2002年的 這是一個 以分路為坐標的旅程 就是 我們 我們都知道 那個經濟動能推升方法 這邊應該大家都看過 那個 JV的Talk 永遠都會播這個 本來那個 只有30秒 現在就是 無限無限的 被播放 然後 所以 被石破天津的這30秒廣告 就 引發了那個 很多的 宅界綠巨人 就開始做 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那就 20個月就 悠悠的過去了 就非常非常多的 我們辦了大概 30多場 黑客的時候 目前大概是一個月 一個月會有一到兩次的活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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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活動都必死會 有點 有點是 學習 然後一直在成長 那 剛好聽說 同一個時段的 另外一個場地 目前 有在討論 那個 自由社群 開源社群如何聚會 那我們這邊也 順便說一下好了 講一下開源社群 到底怎麼樣聚會 因為 JV是一個跨界的 他不只是顯示的人 他還包括了 非常多不同的專業 法律啊 文字啊 設計啊 繪畫啊 建設也參與了很多 然後 GOV也來了 所以要怎麼樣聚會 現在目前的聚會 的確是有這麼多的人 那宅界 寫城市的人 目前只有大概三成 到四成 我現在也很擔心說 那個持續下降 會不會都沒有Running Code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聚會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吃 就是 對 又是吃 然後呢 其實這是一個 請小叮噹吃 銅鑼燒的概念 他就會拿出很多的 很多的道具 我真的 我真心的覺得 作為一個 出過食物 食譜書的 旅遊食物書的人來說 我覺得 吃東西真的是 具會非常重要的一個連結 那 就吃東西要把基礎的體質 調養好 那 其實第一個就是 開圓 那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就是我每次出去演講的時候 我講到開圓這兩個字 大家同學 或是任何 聽到這兩個字的人 頭就抵下去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今天我相信大家的了解 那我這個就不多講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要小叮噹的任一門 今年好像用那個梗 所以我就 好 任一門可以去 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 就可以 透過任一門 去找到吃同道合的人 去打怪 就其實是 Alice 就上線的時候 就會常常會碰到那個 晚上對政府很不爽的人 然後就去打怪 然後就做專案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要共筆協作 其實很多人是不習慣共筆協作 這是需要去 體質是需要去調理的 然後再來就是 要有那個 其實共筆也包括 就是我們透過共筆 可以去產生共識 然後透過共識 才能產出Action Item 那最後Github就是說 其實開圓的這個基礎 開圓的做事的基礎 是很重要 那開圓這個共識 這個默契 對GINB的發展來說 是一開始是最堅實的一步 一小步 但是因為一步一步誇張去 所以就超展開了 所以這一些的基礎 基本上還缺乏一個 就是要所有的這些秘訣都需要是 要公開討論 為什麼 因為公開討論的好處 就是可以避免思想討論的壞處 這句話說得等於沒說 但是我相信開圓的各位一定有一些體悟 審閱三千字 所以公開是一個不自然的人類行為 這是需要一直練習的 那特別是在非開圓界 像文藝界好 是非常不希望寫一半的東西丟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辦黑客宗的 我們來分享秘訣了 黑客宗前後也有三件事情要做 剛剛是把體質先調養好 接下來就是做一些更具體的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是號召 號召好像還蠻容易的 那我覺得都是政府的幫忙 因為很多生氣的人 所以當這些生氣的人又具備了hacker精神 就是想要自己動手做的精神的時候 這些人就很容易被食物騙過來了 所以只要寫了一句 政策下官員會立委 他就不在總統 笨 除了生氣館就還能幹嘛 大家都來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其實只訂了一個 30人的小咖啡館的地下室 然後馬上很快速 就第一次黑客宗就爆滿了 所以我們才緊急又換了場地 變成第一次是70人 那鎖定目標 鎖定的想要號召的人 那憤怒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那再來是要去練習 讓大家一起協作 所以協作其實一開始的那個 我們就在共筆上 這是第0次黑客宗的文案 所以就鼓勵大家把想要做的事情 直接簽下去 就是你簽下去 你簽子就在上面 你就是坑了 然後呢 接下來會延續 延續 那延續基本上 其實 很多人是因為距離又重新開始 或是 從之前從來沒用過 後來就用IRS 然後就黏在上面 所以 一個可以即時 自己也可以 就是 之後再去看的一個聊天室 對社群的延續是相當重要的 那 可是我覺得一開始 還進到一些問題 例如說 很多人不了解 什麼叫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然後什麼叫release what come 那 在解釋 在解釋這些概念的時候 其實 其實花了一些力氣 那 目前來說最好的 就是 常常看到的例子 就是 之前那個 一開始做了一個很醜logo 然後有人看不下去 然後就直接動手做 那Event 就在第0次黑客宗 就成立了配送 就用設計配送中心 然後就 就直接把那個 從左邊 就變到 變到右邊了 那就是一個 一個logo的誕生 那他 他也就是一個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patch what come 的概念的實作 跨界的實作 所以 以上 我們就是大概確定了 大概兩個月 要辦一次黑客宗的 這個節奏 我們先把這個節奏 抓到 就是有點high 但是又不會太high 因為其實害起來還蠻累的 那 那他的核心 他的核心的那個 關鍵點其實就是 就是一個虛實合一 就是實體的破面 還是非常重要 然後實體 實體破面重要 沒錯 但是還是要有那個 吃中有扣 扣完再吃 然後扣 扣完再吃 吃完再扣 的一個循環的 循環的一個過程 然後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的腦 腦內肺 你的多巴胺 腎上腺素就一直 一直噴發 然後都不睡覺就一直做 然後 就慢慢的發現 你好像已經被一個 叫做坑的東西 網羅住了 就掉入了坑 好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 這樣子的循環 這樣的 正向循環 就製造出了非常多的 製造出了非常多的坑 就 慕然很揮手 那個 那人就在 坑坑下面出了 好 所以黑客森 現場的整個 大概八小時 其實從前一晚到後一晚 大家都一起密集工作 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衝刺 我們去把坑挖清楚 就很多人問我說 要怎樣找人來做事情 我說你要把坑挖清楚 你要把坑挖小 你要看到適合的人 把他擠到那個坑旁邊 然後在不小心的時候 把他推下去 好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SOP 請大家 第一步就是坑挖小 所以 這個黑客森的現場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 但是你也可以只來吃東西 你也可以只來聊天 因為 一開始 我不是說 這邊不適合這樣講 非宅宣的可以這樣講 那你們各位 最好就是來跳坑 或是來拉琴也好 但是呢 這樣的工作的方式 這樣子的概念 這樣的做法是很 其實其他界是不太習慣的 會覺得 跑到哪裡怪怪 他可能會覺得 我們應該是先坐下來 花個三個小時來分析問題啊 好 那 不需要嗎 那 這可能是因為 不是那麼了解什麼 叫Pathwork Com的這個概念 好 那所以就會有一些 有些問題 就是 這些問題 有時候 有的時候啦 那個PH值可能會稍微低一點 好 但有時候只是可能 那個文化不太一樣 那就是 那他不需要分析問題嗎 那經過大概 一年半 二十個月的 GME社群的那個 文化養成 那目前 我們會 我們會 給出一個這樣的答案 就是 齁 完全需要 那你要不要把分析 討論寫成任務 或者換Markup 或者寫斷扣 或者 真的不滿意 你要不要 Forg一個心靈出去 做一個類似的 類似的 project 是又有 你想要的那個功能 好 那這個 這樣子的回答 其實是在拆解 到底什麼叫做Pathwork Com 就把它變成 step by step 分了好幾個步驟 你先把它寫下來 那可是他 還是可能會有人 就是有類似的 疑問 難道 難道 難道我不想做 我只是想建議別人做 難道不行嗎 完全可以 要不要把那個建議開到 架開到 開開上 或者是寫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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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是會有人 就覺得 你們這樣不行 這樣做法 有問題 不需要檢討 難道要 難道不需要檢討嗎 我想你們都知道改了 就是 完全歡迎 要把你的檢討寫下來 可以講 破碼口 或者是破本心的 所以 殊途同歸 就是 HapHap這個公司 要加開很多 Servor給G00B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要把 這個 腦波畫成 你的腦波 隨口講的一句批評的話 你的建議 你的想法 把它寫成一個 可以分享的 一個 一個Primalink 好 先把它變成一個Primalink之後 你才 你才有可能去分享 這個Link裡面的東西 然後 才能去Share 才能去 才能去 去協作 才能去產生公司 才能去 製造出 找到 Action Item 所以這個 基本上就是一個 GV在這一陣子 這一段旅程中 一直在練習 一直在 一直在傳達的一個 bottom line 草根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回到一個 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 最基本 去做好那一個最基本 把Primalink 先做好的這個工作 然後從這個基礎 開始出發 所以大概在GV社群發展到大概03年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那到底要去怎麼樣分享 這個有點難說的概念 那 當時我就有一個 我就有一個感 應該算是心得吧 後來就在推特上就是說 GVMOTO 就是結合了甘乃迪 和湘米的精神 甘乃迪說 不要問國家會員做什麼 然後湘米說 先生你就是你同學 那我們把兩個結合在一起好 就是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生人就是沒有人 那後面一句大家也都很熟啦 就是 因為沒有人是萬能的 那其實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那個背後的 背後的 真正想要傳達 其實這是一個草根的 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做事方法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送patch 然後你的想法 你要release often release early,release often 那其實就是一直在這兩個概念 在重複重複重複的作用 然後沒有人這個moto 就是等於是這兩句 開源經句的一個翻譯這樣 所以我就 就草根開源 而且是大規模的動員 其實我每次在講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都可以默念一頓 那個開源心經 就要急說就約 貢獻貢獻起來 貢獻起來 貢獻 貢獻 請你們去查 那個 GV Highcard的話 你們會看到一個open data的 那個open data心經 那個就是open open open data open all data 所以這樣子的循環開始之後 就有一些文化的產生 文化就是說大家會願意去認同一些事情 這是facebook的職業欄 然後就有人開始會把那個 我正值在GV打工在哪裡 變成掛GV那個facebook上 那這只是一部分 我只找到一部分 那很多是很多我還沒有看到 然後就主犯不及備戰 載 就是要再來 拖到GV來載 然後推到坑裡面 在這個蓬勃發展 一開始的蓬勃發展期 就有人就覺得說 這是來亂的嗎 這名字很怪耶 你們這樣都沒有人在計劃做事情OK嗎 但是這個政府整個環境還來不及 對這個問題作答的時候 就發生了拆大谷 然後黃莊就 大概就是去年CostCup的時間點 那這事情發生之後 去年的BOF就是去開道 如果大家有去的話 所以就發生了第一次的社群危機 就是PTT有一篇推文 下一個階段的民主的 就是GV 然後就是 然後就上面 非常多的上面就 湧入IRC 湧入各個 郡營隊的管道 所以 就 這個 這件事情就 讓GV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就開始 除了就現在政府原地重新之外 就開始去建立規則 建立社群內的規則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 非常多希望可以 可以引導大家去貢獻 貢獻再貢獻的這些 基礎建設的需求就開始 那我們就 咦 這人在高興什麼 這位基礎先生有那麼開心嗎 沒有 Kirby先生 那 這是一個基礎建設 我們有基礎建設的小松 就是小黑松 那就全部都在討論基礎建設 那有興趣的話 沒了 那我們就用便利貼把所有 一大堆覺得需要做的 社群基礎建設就做 那有哪些呢 那有公報 就把基礎建設定做的事情 寄下來 然後每天都有人在寫 目前 也歡迎大家可以去寫 然後 Hackfolder 那這個大家也都後來就知道 然後 資料中心 專案中心 然後 那個104 這是個案的意思 然後 搜尋中心 等等等等等等 深坑各種 然後這些都 都把他帶不懷 歡迎挑肯 那 那個 那個 Ripple在Github GinV 然後DEV 那個 所以就 這個階段累積了非常多 沒有錯完的專案 然後 後來就被整理到那個 Hackfolder 那這些都在練功 在累積 也不太清楚說 什麼時候會用到 那其實 這是 這是一個 四度空間帶的概念 就是 小力道的那個寶帶 肚子上那個帶 那這個事情 後面會再出現 所以 所以 在這個階段裡面 就做了很多事情 這是貼紙 這個是 為了要降低 那個來參與 Hackfolder 新參者的那個焦慮 就有 讓他可以去貼新參者 然後就會有 進行大使去 去服務他 去帶領他 那我們 做了蠻多 降低非資訊宅 參與門檻的 這個 這個 一些主建設 那 那 像那個 GitHub就會有 就是 你的貢獻程度 就會 會標出來 那我們也試圖去把 一些非資訊 資訊的 貢獻的方式去視覺化 那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一般的 好 這是GitHub的那個 repo的貢獻度視覺化 然後我們看到 這是猛點 然後就下面一排 這些都是貢獻者 然後 欸 下面有個黑黑的 還沒有出來 下面就有個黑黑的 跑出來 就是 這些 他不是冰山 他覺得他是下面一個人 這是AU 所以在開原界 你所有的credit都很清楚 你只是改了一個小的line 一行line 或是任何個字 你都會在上面 不會那種 你什麼都沒做 然後 就被掛名 然後你不知道 然後就丟了部長的這種事情 就是 你可以在 站在巨人的頭上去 加feature 或是加 加buck 或是說 這是feature 不是buck 那個 所以這是 這是宅界的嘛 那後來 也發展出 就是 非資訊界的 共筆的視覺化 那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說 誰寫的 就是 那個比例 那 插畫也有 授權中心 你可以把作品上傳 然後標理想要丟的 那個 想要標的授權 所以這段時間 就在作品 都很多儲備糧草 儲備糧草的事情 這些事情 看起來都有點 呃 好像有點搞笑啊 有點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用到 可是 憤怒又來了 所以我剛做的 所有的這些準備 他都變成後方的後勤 然後可以去支援前方的 前方的站務 那 他去年六月的時候就簽了服帽 那服帽 那服帽簽下去之後 呃 在健康社群內 就有一批人 還蠻多一群人 就開始很積極的去跟運動團 就是 溝通 去協調 去合作聯盟 去協作 那 那 所以就有了 類似像那個 建制獻金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 就號召了那個 核四五六的 恩 進去印了第一批的文件出來 然後跟 龔都蒙 現在也在合作中 就是要 希望可以把文件釋出 然後 施壓那個監察院 那 那其實也跟 像這個 右邊是反黑箱 什麼 那個 民主陣線 我們也有簽線 就是 等於說開源社群去幫忙簽線 然後他們就開始跟那個 OSM合作 那也跟很多 很多GDP的成員合作 去做很多事 很多像 管理 管理粉絲頁啊 後來那個粉絲頁變成39萬人 那個粉絲頁其實是 GDP的 某些參與者 一開始在 很憤怒的情況下 然後跟 大眾堂律師一起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 這個大亂鬥的模式 我們就把它帶進了NGO 那我們希望有一天 NGO 如果透過這些協作 開放的做事方式 它也許可以變成NG0 其實NG0這個計畫 也公共在進行 那 希望可以加速進行 那 公民先生會其實也 也在跟 也是希望用這樣的模式 再把一些討論平台做出來 所以 也接任了一些特殊 政府對政府的關係 這個 之前NG0高中講過 所以 在這個時期 其實要做的事情是 它有文化的實驗 那GDP在 這三個 這三件事情 這三個不同的界 都在用一些方式 其實就是一直去溝通 一直去用開放的模式 去盛通他們 然後把他們的某些 做事方法開放 一直都是用開放這兩個字 在推動 好 所以等於說 整個社群的基礎建設的範圍 就更擴大 它擴跡到這三個區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有點爆肝了 所以就 但是更爆肝的事情就出現了 就是3月的時候 審服帽 然後又30秒 然後太陽光旋 然後就佔領立院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 有一群人 包括AU啊 就是他們去幫忙那個直播 然後就突然就翻牆進去了 然後後面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為很多人 在場也有參與 當時有去現場的 給我一個手 所以這個時間其實就去年 之前一整年十幾個月的這個 沒有人 這個草根的開放力量 這種做事情的方法 就在這個時間就突然整個噴發 所有人在看到問題的時候 他想的不是 可能開源界這些各位大大 想的就是說 我怎麼樣直接去解決問題 那在黃標的3月 然後說我明天的4月 這個爆發力 繼承了之前這些努力 這些體質調養的這個基礎上 然後又搭配了那個銅鑼燒 小滴那銅鑼燒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所有過去一年GTV做的社群的基礎建設 突然還有很多很多的專案 突然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3月旬的時候就派上用場 所以開Folder就突然就變成 一個立即可用 去匯整非常非常多資訊的 一個四度空間帶 那所以這個時期就 有形的累積就是這一整年的工作 可重複利用的東西 然後可以接力的這些成果 那我覺得無形的這些 應該是說這些人脈 還有這些默契還有信任 其實在立院的那段時間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 那是需要一些默契的喔 所以這段時間就有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相信大家大概都知道 像IVOD一整年的備份工作 那那個時候就突然可以再找到一些 可以把問題指出來的一些具體的細節 然後八個月 花了八個月之後你被扶好了嗎 其實那個東西就是 基本上就是體現了GTV的整個努力 然後在那個時候出來 所以基本上做的是開放 把資料開放 然後維持連線 那線路組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新連題 然後有直播的那個社群 然後行動意見證合 所以在這個時候 非常非常多的人就用了 等於會利用了GTV這個平台 這個名稱做了非常多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一直覺得這是整個開源界 在學運期間的一個整體的努力 就像學運的時候大家都以為 全部的那個學運都是黑島青 那後來其實發音不是 可能是青島黑 大家都在青島東路的黑客咖啡座 所以在開源界這樣子的集結 然後做完事情後 各自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習以為忙的事情 可是在媒體可能就不覺得 就覺得哇GTV是一個很多很多人的地方 然後就會有一些奇怪的報導 然後就第三次危機就出現 不過我覺得很親密就是說 之前做這麼多的基礎建設 然後社群文化的認同的加強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去被動搖 那個開幹文化的這個堅實的基礎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是來做事情的 所以很可以去維護原來那個開源開幹的精神 那也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又確認了很多更多的原則 例如說後勤有一陣子就被大量大量轉貼的文章 給新聞給淹沒了 然後說你們要不要做那個 要不要做那個 然後還有人號召說要不要激臭雨 給我們他討厭的人立委這樣 那激臭雨這件事情是無法重複利用的 他不是開源的 所以這個不符合GEDB的原則 所以就不行做 就不適合GEDB做 那也許可以成立一個臭雨守護民主陣線 去做這件事情也可以 所以GEDB社群這樣子的文化是維持這樣子 舞蹈派然後也不是組織的性質 但是在這個節目就有很多的小社群 然後或是協作的公司 團體公司就出現了 那這就是一個不是一個集中化的想像 那就是一個遍體台 好像在你傳媒然後GEV GEV就什麼都公開 那GEV進入組 他可能有些事情就是沒有辦法公開 然後有些那個密碼就是要見面扣傳 那我當時覺得哇好酷喔 哇他想跟GEV喔 那個但是我不會 我只能在旁邊發貼紙 那個硬體上貼的貼紙不會被弄掉 所以在這個階段文化建立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去分工的時候 像柳林昨天的雨傳就提到說 那個GE不能做的事情我們來做 我覺得這超棒的 那這臥草在做的事情 所以臥草在這個暑假也 也跟GE有地願組合作 去就是有實習生的計畫 好所以這樣子的理念是突然出現的嗎 我想應該不是 那這邊要很快來考一個顧 那這邊有聽過藝術家獨立協會的舉手嗎 好沒有 但是大家可能會聽過這個名字 有聽過藝衊鞋的舉手嗎 有吃過藝衊鞋我也要舉手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久遠的事 十年前的年代喔 然後十多年前 然後這是一個開源的社群 然後基本上有CL高EU 他們一開始會在ED寫寫一些寫Pro 欸我也背後寫寫一些Pro 我會Mac 然後我就放棄了 所以開源社群 這個建築就希望可以分享和協作 但是那個時候是什麼樣子的環境 他可以分享他可以協作嗎 我前天吃晚飯之前我問了AU 他說這是一個CC還沒有授權 CC授權還沒有出現 然後開了兩個字 才出現兩年左右 然後那時候只有CBS 這行CC都逼迫我家的 然後我就說 當時連SEK都沒有 所以當時比較可以分享的東西 叫做RSS 所以那個時候 一寫做什麼事情呢 一寫做的事情就是 推廣部落格 欸知道了這個人 你們不要舉手好了 這樣會顯身年紀 好我舉手 所以當時就做了那個 那個 那個部落格的火車時刻表 就是 就是一個RSSP的 這個其實不用講 這十年前的D科姐 好 然後呢 這是十 十二年前 所以在大概十年 過去了 那個伊莉鞋 其實現在還有伊莉鞋 而且還有RSSP 所以大家可以去加入 但是現在改 改轉 新成為推廣美食酷落格 這個 維持了吃尾牙的傳統 那其實尾牙都是要去看那個 碎碎壓軸秀 他現在沒有在Corp's Cup 那個吞布丁 但是他會去伊莉鞋 尾牙那個掃盤 好 所以當初的伊莉鞋想要推廣的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分享和協作 可是當初沒有那樣的環境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 在這個Social Media 然後協作Github出來了 然後HPK也不見了 我為什麼要講兩次 的這個環境下 這一切 連Hackpad都這麼好用的狀況下 這一切都變成是沒有那麼難的 那我們可能稍微改變一點想法 那搭配一些配方 我剛講的這些 我們回顧一下秘訣 搭配一些秘方 例如說生氣的人 然後規則建立 規則建立非常重要 然後開放 我們要怎麼樣練習去開放 就是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去推廣這件不自然的行為 然後還有一個理念 我覺得開源基本上是一個熱情 然後它也是具體的行動 所以搭配的這些事情 也許是可以做到這些的 那接下來會遇到什麼樣的危機 我不知道 那的確這個整個社群 也在往下走一步一步 那因為我跟很多其他不同的社群 也開始有些不同的嘗試 例如說開放文化基金會 就是一個法人的嘗試 那樓上有攤位 有一些資料可以大家去關注一下 然後我覺得 G.E.SUMMY一直在講這個 也是一個很新的嘗試 這一次其實是跟社會所 中醫院社會所合作怎麼辦 那這個跨界怎麼用不同的語言去 去溝通、去合作 去做出彼此覺得是可以一起去追求的理念 那這個我覺得 這是一個 對社會學界的嘗試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那到時候歡迎去搶票 最後一堆松 那個最近土地松 蒙點松 這道科學松都快來了 那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一下 然後你可以到樓上去看報名的資訊 好,那我們剩下兩分鐘 有沒有問題 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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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身為G.E.B.的重度跟 你們對這個體育未來的走向有什麼想法或想像 你說就是我個人對G.E.B.的社群的走向有什麼想像 目前我的感受就是這個地方是一個可以呼籲各種做行動的一個地方 那很多人可以在這邊學習很多事情 那我覺得社群 這個社群感 這個社群的這些基礎的規則 我覺得還是以這個有機的方式去走 那一開始設定的一些目標 像舞蹈派或是像這些非法人 那就維持住 那它還是一個社群的概念 我的想像 那可是這是一個有機的社群 所以可以提出一個想像 還有嗎?還有一分鐘 好 那就歡迎跳坑囉 掰掰 謝謝